因为现在基本上整体财经界或者国际社会 是未看到那个疫情最差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可能会低传微算低 哈喽大家好 我是袁凯文 深水埗区议员 和这个特区财经分析师的专业资格 那就想跟大家讲 就是今次的武汉肺炎 无论在那个公共卫生的角度 经济角度 以至是医学伦理的角度 我们有什么现在的全球是在讨论中 那现在截至我今天 就是3月16号 6度的时候 其实已经那个确诊数 已经接近17万的了 全球的地方 那死亡就是大约6500多宗 那其实死亡率都高的 是去到差不多接近4% 而坦白说呢 也都有很多的个案 确诊其实是低估了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我们现在见回 美国3000多宗呢 其实就一定是不止那么少 因为他们根本做的测试呢 其实都是不够 很多人都是没有做测试 那所以变成了确诊都少 那这件事是反映什么呢 就是除了是现在 就是很多西方的国家 是在之前对疫情 是太过轻敌 以至是很不喜欢戴口罩等等呢 也都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现在一个整体的抗疫 和防疫政策呢 其实不同国家也都有不同 也都有很多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道德危机争议 那我其实这一两年都读着 就是港大一个 就是医学论里的一个课 其实都 我们这一排都在谈着 就是看到意大利 其实政府都要逼着呢 就是说 如果你80岁以上 在一些的指数是不够 简单一点就是那个复原 或者就是维生指数不是很够呢 其实我们就一定不会呢 送它去这个ICU 就是深切治疗部 其实这变相呢 就是就是预了他们死了 或者等他们自生自灭 那也都见到英国啦 其实都有一些专家就是建议呢 就等全民有足够的人呢 去感染 变成了一个抗体 其实这些基本上都是有一些 就是就是放任或者一个政策 或者有些时候是因为 医疗资源实在是非常之紧缺呢 变成了一些很难的道德 很难的道德抉择 那变成了这个其实是 绝对不希望就是见到啦 而为什么就是香港 我们见到那个比率 就是跟外面看 其实就是很低啦 其实我们见到 就是Financial Times 有将不同国家 他们那个就是发病率 去做一个比较 香港是比新加坡低很多 比日本是低很多 比其他伊朗 意大利更加不用比 其中一件事就正正是香港人那个防疫意识 戴口罩 勤洗手这个是非常之高的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要维持 以至是另一个啦 就是关于那个经济因素 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应该现在 就是捞一些货 就是便宜一些 那我一个就是 就是呼吁想跟大家说 就是现在和金融海啸的时候是很不同 那时候是因为就是那个 就是信贷危机啦 现在虽然 比如刚刚这一两天 就是美国政府 联储局一下就是减了一利利率 那个贷款也是很便宜啦 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忘记呢 这些是一些财政的工具手段 而实质我们那个 就是科学上或者病上 那个病是根本不受控 所以变了很多的经济 其实基本上是停了 只靠那个 这些我们的credit 就是财政的处理 其实是绝对是不足够啦 所以如果大家是说 打算闹货 我觉得要非常之小心 因为现在基本上整体 财经界或者国际社会 是未看到那个疫情最差的情况 那所以你看到 可能会低伺微算低 或者我们用传统一些 就是理财或者投资的概念 基本上到真是最低的时候 现在就是第一个比较大的浪 都还没有第二很多连续的反应 而事实上今次这个 武汉肺炎那种影响 加上全球的爆发 是基本上全球那个 supply chain 就是那个叫做 供应链 其实已经是完全的 很大的影响了 那变成了这些影响 其实是会在未来 是不断的去出现 那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有想着 是不是有些投资 我觉得绝对是要量力而为 要小心 千万不要乱闹 但因为今次都还没看到 是可以控制这个疫情的方向 没有想到最坏的情况 所以大家绝对是要小心 那去到这里 再次呼吁 因为看到最近这几天 香港人好像戴口罩 或者是防疫意识 我自己的感觉 就好像都 开始又是降低了个戒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跟其他国家比我们 已经比较好很多 那但是记得我们 叫做so far 就是没有一个在exponential 不断的 就是parmese 形式的爆发 就正正是大家的 防疫意识 抗疫意识是很高 那所以记得呼吁 就是尽量避免一些社交接触 避免人多的聚会 以及记得戴口罩 和勤洗手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那到这里呢 就再次呢 希望大家 subscribe我这个youtube channel 和把我的影片呢 就是分享开去 让更加多人知道 现在整体环球的经济市况 应不应该 比如入市 或者我们有些道德危机 是怎样处理 那希望大家 继续留意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谢大家